很多朋友常會問到 醫生我常常自己挖耳朵 這樣子耳道會不會變得很寬啊 常常自己挖耳朵 耳道不見得會變寬 但是常常自己掏耳朵 你的耳道可能會過度瞎窄 之前曾經遇過一個案例 一個小男生 他非常喜歡衝浪 他只要衝浪完之後 覺得耳朵精髓 他就會自己拿棉花棒自己掏耳朵 也因為這個動作 會不小心的把他的耳道的 表皮細胞破壞掉 造成性菌 透過他的外耳道的皮膚 進一步造成 反覆的這樣感染的情形 也因為這樣子反覆感染 造成他耳道的斑斑組織增生 他的耳道到最後小到一個不行 也因為這樣子 他的耳道的髒東西不容易推續出來 耳垢很容易積在裡面 會更容易造成感染 甚至影響到他的聽力 所以他因為這樣子就來救著 最後我要怎麼解決 我必須要幫他全身麻醉 安排到開刀房 做一個外耳道重建 這麼困難的一個手術 我想各位朋友一定會常聽到 專業的醫生建議你 沒事的話不要自己掏耳朵 可是有些朋友又會很生氣 你們這些醫生真是沒有醫德 只不過要叫我來這邊賺我的錢 可是事實上 如果說您有辦法非常精準地 整理自己的耳道 或者是由家人可以協助 那我想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自己掏耳朵絕對沒問題 但是你只要每次掏耳朵 就會引發後續感染 這樣的一個問題 建議您還是由耳鼻歐科醫生 來幫你做進一步的判斷 然後給你一些更好的建議 然後教導您該怎麼去照顧自己的耳道 我想這是最好的一個狀況 另外最近坊間也非常盛行一種 耳足的耳道保養 那很多朋友來問說 醫生我這樣做耳足會不會有問題 我在一個月前也曾經遇到一個案例 他就是因為接受完耳足的治療之後 結果他的耳膜破掉了 為什麼 因為耳足的原理就是他透過燒灼 讓他的管狀物裡面的熱空氣 因為一些物理現象 把耳道裡面的耳垢 比較輕的耳垢把它排出來 但是如果第一個壓力過大 第二個如果說耳足在耳膜上面貼得太緊 他等於就是在耳膜上面做一個抽吸的動作 有些人的耳道壁比較脆弱 可能會因為這個動作 而不小心造成破裂受損的動作 後來那個病人 我們追蹤了一個月 他的耳膜才修復完畢 我那時候還很擔心 如果一個月沒長好的話 我可能還要再幫他安排 另外一次手術修補耳膜的動作 所以柴耳 耳足這些動作 都有相當程度的一個風險在 我想各位朋友在操作的時候 還是要特別小心一點